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超级猎空座的补偿活动呢 即将在这周六登场在我们这个Pokemon GO了 那究竟相关的这个活动内容以及对战重点有哪些呢 都会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做个分享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个补偿活动呢 原因是因为在6月这个超级猎空座相关的这个超级团体战呢 是一个精英团体战 那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个玩家有反应了 好像这个开弹的时间应该要在团体战前24小时就要开哦 但是那时候可能是等到了早上6点 甚至在团体战前一两个小时的时候 玩家才正式看到这个精英团体战的这个弹呢 有出现在道馆上面 因此官方呢也是正式承认这样的一个错误 所以才推出这样的这个补偿活动哦 那这个补偿活动的举办时间呢 就是在这周六8月3号哦 那最近这个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从这个精英团体战呢 在这次的这个补偿活动变成一般的这个超级团体战呢 在各个道馆到时候在8月3号的限定时间的时候 都会有大量的这个超级猎空座可以来做相关的这个对战以及捕抓哦 那时间的话就是在8月3号的11点下午1点以及6点 三个时段在道馆上面都会出现这个超级猎空座 反正到车站到市区道馆多的地方就没有错了 因为这次这个补偿活动呢 跟精英团体战最大的差异就是 大家不用跑超远去追这个团体战的弹哦 每个道馆呢应该都有机会可以出现超级猎空座 那这次的这个活动奖励加码内容呢也还不错哦 他是有开放这个远距离团体战可以来到这个20次的这个对战 6月超级猎空座以精英团体战出现的时候呢 是不能用远距卷的哦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补偿活动呢 不仅把这个精英团体战变成一般的这个超级团体战呢 以及远距离团体战也开放哦 我觉得官方这次算是非常非常的佛心哦 而且更佛的呢还有在后面呢 更佛的部分呢就是猎空座哦 他其实如果要超级进化成超级猎空座 除了要花费400的超级能量以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他必须花费一个道具叫做隐石 让他学会这个画龙点睛的招式以后 他才可以进行超级进化哦 如果你今天的略工作呢 没有透过隐石学到画龙点睛 你是没有办法进行到超级进化的 特别优惠的地方呢 就在这次的这个补偿活动呢 官方又来免费送隐石了哦 那这一次的这个隐石呢 会在这个免费的限时调查 只要完成相关的这个限时调查课题呢 就可以获得一颗隐石哦 那我们超级猎空座 竟然有超级进化对不对 那他练到顶尖级的话 大概需要时间是30天 超级能量的话呢 大概会需要1800的能量 包含一开始开图的这个400能量 所以大家到时候在打这个超级猎空座的时候 除了要抓高IV以外呢 记得能量尽量可以浓到这个1800能量以上 才可以比较稳呢 让你的这个猎空座每天都进行超级进化 进行到顶尖级的这个超级猎空座哦 那我们这个超级猎空座 如果超级进化令到顶尖级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在这个糖果捕抓的一些相关属性 或者加以外呢 他的这个属性加成呢 有三个属性哦 虽然说我们的超级猎空座 只有龙属性以及飞行属性 但是呢 他就是特别的强 他练到超级进化呢 他的加成的三个属性呢 分别有飞行属性 龙属性 以及超能力属性哦 跟我们这个原始固拉多 以及我们这个原始盖尔卡一样 都是有三种属性的加成的 不知道看到这边你觉得如何呢 觉得不错的话 可以动动手指订阅起来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的频道 现在有新增会员集聚 赶紧加入会员 支持我创作更多攻略相关内容哦 那超级猎空座 他的这个异设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帅 会从原本这个青龙呢 变成黑龙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对战的一些重点哦 那由于我们的这个超级猎空座呢 是龙属性 以及这个飞行属性 也因此他的弱点属性呢 就是冰属性 龙属性 妖精性 以及岩石性哦 尤其是冰属性呢 会对他造成256%的一个伤害 所以到时候 大家在做对战的时候 就是带满这个冰属性的 这个宝可梦呢 就没错了哦 那由于他的属性 是龙属性 以及飞行属性哦 所以一样会推荐大家 在进行捕抓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超级进化 不管是龙属性也好 宝可梦 或是飞行属性属性也好的 宝可梦呢 都可以让你在捕抓 这个超级猎空座 获得更多的 这个普通糖果 或是XL糖哦 当然如果你刚好 有一只超级猎空座 你就拿来超级进化吧 那最好是有顶尖级的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 更多的大糖 或是普通的这个糖果 那我们的超级猎空座 在做到最后的捕抓的时候 它会回归到一般形态哦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抓IV100的数值的话 注意的CP值落点呢 会是以普通形态的猎空座为主 所以IV100的CP值呢 在最后的落点 一般团体战的部分是2191 如果有天气加成的话呢 会是2739 所以两个数字 2191跟2739 这两个数字要记起来 那我们在超级猎空座 补偿活动的当下呢 正在进行的活动呢 是我们的这个旌旗冒险周 它会一路进行到8月12号 那接下来的活动呢 会是8月8号到8月12号的 这个旌旗冒险周的占领相关活动哦 就会有火箭队大量的出现 那这一次呢 官方也公布了 相关白木老大会带着宝可梦呢 就是这个暗影克雷瑟利亚 到时候呢 甚至还有机会呢 可以捕捉到暗影陆奇亚 那之后呢 会再做详细影片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内容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这一次这个超级烈红座 相关补偿活动的内容啦 不知道你们期不期待 这一次的回归呢 以及你们相关的捕捉目标 在哪里呢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呢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讨论讨论哦 那现在你看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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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